这个胖蹲胡言乱语 非说自己看见一条超级大蟒 对面女人涂着口红不予理会 打定主意要把她关进精神病院 胖蹲一听连忙改口 女人这才露出笑容 高兴她识时误 可就在这时 超级大蟒竟真的出现了 粗长蛇身盘绕医院大楼 巨大舌头陡然出现在窗外 正是胖蹲昨晚看见的怪物 昨天深夜时分 她照例巡视动物园 一身凄厉丝毫把她引致 大象园 亲眼目睹这只巨蟒作怪 只见怪物身子立在半空 张着血盆大口 瞬间就把两吨重的大象抛起来 狠狠砸在地面 胖蹲吓得落荒而逃 跑去报警 人家以为她在开玩笑 于是胖蹲被当成神经病 扭送到精神病院 巨蟒从何而来 一天前 城市凸现神秘巨坑 怪兽就是在此苏醒 巨蟒在城市到处作恶 一会儿溜进动物园 一口气 火吞五头大象 一会儿闯进民宅 偷喝泳池水 接着张嘴就把人类咬 这会儿蟒蛇又潜入医院 一头撞进走廊 目标牢牢锁定 金发女孩沙拉 穷追不舍 她躲进地下室 巨蟒就直接撞穿水泥 尾随而后 她飞速驱车逃离 巨蟒便疯狂 蠕动尾部 紧追其后 坚硬鳞片所到之处 无不沦为一地废墟 车库瞬间坍塌 破坏力极其可怖 女孩儿跑到哪 蟒蛇就跟到哪 怪物大肆破坏街道房屋 沙拉只得拉着同伴 继续开车跑路 谁知狡诈巨蟒 叼起辆汽车 一个飞甩 正好挡住前方去路 两人逃跑不及 眼看就要命丧当场 多亏警方前来救援 开枪吸引火力 等蟒蛇吓退众人 沙拉早已逃之夭夭 她纳闷不已 怪物为何一个劲 只追自己 同伴问她 难道你有急之躺将 两人不得其解 只好求助于老教授 沙拉躺在白床上 脑袋贴满仪器 在教授催眠声中 陷入沉睡 在梦中 蟒蛇叫做伊莫吉 是朝鲜族传说中的动物 每500年 将有一条伊莫吉有机会转化为龙 前提是得到龙珠 这天 王后诞下一位小公主 肩上还戴有赤龙纹身 法师预言 公主带着龙珠出身 将在20岁这天成为伊莫吉的祭品 但如果让恶莽得到龙珠 不可想象的灾难 就会降临王国 20年后 恶莽果然苏醒 她召唤所有恶魔军团 气势汹汹袭击整个王国 一时间战火齐齐开炮 王国沦为废墟 灌兽大杀四方 战斗力分分钟碾压人类 军队抓住所有女孩 扒开衣服 野蛮搜寻 肩上有赤龙纹身的女子 公主不幸暴露 被军队抓走 武士及时出现救人 惹得恶莽愤怒现行 亲自捉拿公主 结果两人不堪迫害 双双坠崖殉情 做了一对亡命鸳鸯 于是盛莽失去成龙机会 只得等待下一个500年 这一世莎拉是公主转世 同伴以森则是武士转世 这是两人第二次保护龙珠 他们没有后退余地 因为拒绝任务 就会毁灭一切 恶莽也不给两人机会 一路追杀而来 他摧毁房屋 以排山倒海之势 疯狂发动袭击 与此同时 黑暗恶魔军团纷纷觉醒 各种史前爬虫怪兽 从各个角落喷涌而出 攻陷整个城市 官方紧急出动军队和直升机 准备围剿怪兽洞穴 不自量力的行为 很快紧扰怪物 围守黑衣人 亮出光剑 一招毙命 随后 黑衣人放出无数飞猛 大举朝市区进攻 煞时间 爆炸接连不断响起 大街上 汽车被震得乱甩 无辜民众慌忙四散奔逃 另一边 莎拉和乙森爬上自由女神大厦 打算搭乘直升机逃跑 恶忙也攀住大厦 费劲爬楼而上 一口叼住起飞直升机 狠狠朝天空甩去 好在两人及时跳机 才侥幸逃过一劫 关键时刻 军队赶来支援 所有直升机瞄准蟒蛇 砰砰开枪 但可如雨点般洒落在地 恶忙还想反扑 但在人类集中火力围攻下 最终还是体力不支 从空中重重衰落倒地 妖王有难 怪兽军团从四面八方紧急前来救援 数不胜数的飞蟒 对战人类直升机 发动喷火技能 机器瞬间燃烧爆炸 可见威力极其强大 有狡诈的飞蟒 暗藏直升机下方 趁其不备 铺上机舱 立爪击穿玻璃 飞行员连忙开枪防卫 虽然击落怪物 但自己也偏离轨道 一头栽进写字楼 在爆炸中殒命 还有无数巨型甲虫 兼备扛上大炮 对战坦克机甲战车 在地面展开激烈焦火 战斗场面十分炸裂 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密密麻麻 都在热血厮杀 以森两人则抓紧时间 驱车逃命 莎拉说 今天正好是自己20岁生日 难怪妖魔鬼怪 统统苏醒 话音刚落 飞蟒就紧追而来 他们喷出一团团火球攻击 以森驾驶汽车 左躲右闪 还是没能逃过 汽车不幸被击中 翻倒在地 等两人再次醒来 发现他们身处怪物巢穴 以森被绑在石柱上 莎拉则被抓上祭台 地下黑压压军团 齐呼出声 厄蟒在呼声中缓缓出动 她势必要得到女孩体内龙珠 关键时刻 以森凶前的护服发生反应 在一阵电光火石间 射出道道金光 顿时击中所有黑暗兵团 顷刻间一切化为灰烬 回首黑衣人苦苦支撑起力 灰烬斩向女孩 以森立马上前阻挡 护服再次救她一命 厄蟒生气嘶吼 谁知又窜出一条蟒蛇 这就是名副其实的圣蟒 局势开始扭转 两条巨蟒撕缠扭打起来 张开尖牙利嘴 大吼大叫 展开激烈撕咬 厄蟒慢慢占据上风 就在这时 莎拉尖头纹身发生反应 射出一道蓝色光线 飞速串上天空 一颗龙珠刻然成形 厄蟒正要去吞 结果女孩右手一挥 龙珠顺势飞入圣蟒口中 圣蟒和龙珠合体 迅速飞升九天之上 在此归来时 她已然进化成龙 尖锐四爪狠狠摁住厄蟒 轻松碾压 趁厄蟒张开大嘴之际 她吐出一团烈火 令其灰飞烟灭 但莎拉也随之消失 化为一座虚像 浮在半空中 每一会儿便汇入龙珠体内 和圣蟒一起消失在九天之外 此刻 晨光破晓 天地复苏 正义之光再次洒落人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